好 那现在当然是我们一定要问的避险策略 这种行情这个讲大赚就太奢求了 那避开股灾其实这个不要大赔也是有赚到 如何来做避险策略 杜总 我在以前三十几年操盘 在民国八十九年我真的抖过那个崩盘 所以我建议大家 抖过崩盘的感觉好好 然后钱又流着 进去减贫太开心了 而且最主要是说因为公司会发给你奖金 你的退休金就从那时候就漏袋了 那另外我建议大家 现在已经破了连线了 所以只把持股就砍到一半 为什么要一半你知道 一半可以做都可以做空 万一如果说你砍错 你还有一半的钱 那如果万一跌下来你可以红低成间 那最好的话像以前在民国八十九年 我就把公司的持股全部砍到零 就是说因为他是做自零 砍到零也没了解 对 可是也是压力很大 因为怕随时反弹 你就会随时反弹 每个人看要不要去买股票 那一般来讲买股票 就跟我们刚才讲的 报答我们才去抢一个短 那如果说你要买股票的话很简单 你找那些比较抗跌的 像说器人跌了比较多的这些 我经常讲的食品股 像说统一超商 这个反正他获利大概九块多 那看最近的话公用事业中顶有没有 他的管线大概有固定的获利 那另外就是广股 政府一定会负这个广股 因为他每次除了买户口 省三晚以后广股也会买 再来就是跌深 就像说我们认为刚才分析的 连电台积电 他总是会有一个好的买点 只是说他跌的够不够深 那这个东西有时候要看 个人的经验去判断 所以这个好标的 你就把它选上 另外我们现在有反向 就像说外资经常买的00632 反向 像现在10亿五环金涨 那跌深的话 我建议这三大类股 大家可以去注意 像说电动车 还有N宇宙 还有5G的 那这个买这个ETF的话很简单 就像说这个互邦的N宇宙 它挂牌15块 只要一般挂牌完以后 跌两成左右 你短线就去给他介入 买一下 因为他们的成本在15块 跌完以后 他们总是会把它拉上来 回到这个发行价 那这个东西不是说 我这边是看结好 只是说他有短线 买以BIOS两成的话 你就可以去买这些类股 这是我们大概在避险当中 你如果说很决定说 这一波空头会跌很多 你干脆就保留现金是最好的 如果你想买 就以这个类股为主 OK 很清楚 穆环你现在避险策略什么 我避险策略第一个就是现金 现金为王 最干脆 现金我建议要大概在 比重大概六成 要六成 大概持股四成左右 我现在目前个人持股 大概三成到四成左右 不管美股台股大概都这样 那现金现在不到六成 被套在里面怎么办 反弹减码 建议反弹减码 那另外呢 就是说高值率的股票 我提一些范例 像今天收盘涨停板的东减 它就是这个农粮概念股 另外台肥 这也是我昨天就给制作单位的 那今天台肥收盘大涨快7% 另外国产 各位可以看到 它今天收盘涨了0.15元 那这些都是我觉得 就高值率 然后又是通膨概念 相对比较 比较这个 不敢讲他们会持育大涨 但至少相对抗跌一点 因为比如说你去看国产的话 它基本上月线都没有跌破 但大盘都已经跌破年线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就这种 个股的一个目前股价位置 跟均线之间的关系去对比 另外各位可以看到像是南亚 刚刚杜亚哥有讲到就是说 我们还要找一些殖利率好的 或者说EPS去年亮眼 南亚去年这个EPS10块半 它现在股价才多少 股价才90块 所以本益比大概才9倍 那如果说以过去台数集团 他们配息率 大概都接近7成来算的话 南亚它今年大概可以配7块 7块可以算一算 90块股价 它的殖利率是多少 那另外阳明 今天报纸有写 大概配20块 因为财政部缺钱 希望阳明股息配多一点 益住财政 所以你再算一算 它的股价现在100多块钱 这个算140块左右的话 算20块的殖利率是多少 另外美股的部分 它的农粮概念就更多了 比如说我现在写的这个代号ADM 不是AMD AMD是超微 它是ADM ADM是全世界 数一数二大的农粮公司 我们一般农粮公司 有所谓ABCD四大农粮公司 它是其中一家叫ADM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他们最近它的股价走势如何 另外农粮概念股MOO 这档ETF 它的也是一个呈现逆势 往上走高的情况 还有就是如果大家要去 手上科技股多的话 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费城半导体指数 已经跌掉20%了 而且它是从今年1月4号 就短短这么一短时间来 它已经跌掉空头 SSG是两倍放空 费城半导体 两倍放空 继续空 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手上 美股科技股多的话 你可以去做一些hedge 但hedge的比例不用1比1 也许你可能做一个 20%到30%的一个对冲 那至少可以 这个时间点再去空 代表你看得实在是 因为比如这样讲 你有100万的 这个多头的半导体股票 那你去做个20万的 这个空头部位 基本上它只能对冲掉 你20%的风险而已 所以我也为什么会这样子觉得呢 就是说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就是说你不见得是说 一定要100%避险 因为我们毕竟长线在股市 我们还是以做多为主 那但是短线下跌的风险 既然看到的话 至少说我跌下去的时候 我有这个避险的标的 是赚钱的 对你的心态上面 心情上面会有一些贫富作用 以及资金的这个流动性 会比较好一点 OK 因为未来明天 怎么没人知道 所以我们是避险策略 怎么去配置 好 亚唐你的避险策略 我觉得其实现在避险策略 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跟着巴菲特 一起走下去就好了 因为那一个 如果你有去发现说 最近美股它整个盘次的话 你会发现说 还是科技股修正最深 刚刚有讲吗 肺半已经修正了两成 可是像是 波克下它自己的股价的话 它今年以来 其实已经上涨快到百分之七 等于说波克下股价 今年反而是上涨了 然后标普是下跌百分之十二 这一来一往就是 差距将近两成 那会有这样的差距 原因主要是因为 波克下的投资组合 一直以来都不是以科技股为主 虽然说苹果占 它的投资组合 已经快到一半 但是如果你是用波克下 整个事业体来看的话 波克下它还有保险 然后还有可再生能源 然后还有车险等等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部门 所以波克下它比较偏重的 就是价值投资为主 所以在历次景气的衰退 像是2000年的网络泡沫 或者说是2008年金融海啸 波克下股价 其实表现都是会比其他类股 还要抗跌的 所以直接买波克下 如果说今天像我自己的话 我就是直接去买波克下 那这样就可以跟科技股 起到一点对冲的作用 假设说今天科技股 继续下跌的话 那这样的话价值股 其实是比较容易收到勤来 OK 好 就波克下就把它当作 价值投资的配置组合 OK 好 杜董 你现在这个高持绿公司 你什么布局 大家看一下 我非常有整形的 跟大家收集60年来的 台湾的持绿率 持绿率这个是一个反向指标 它越高的话代表股市是重挫 所以便宜 你看到民国63年 台股的持绿率是10% 有没有 97年的话是9点多 那台股60年来 平均持绿率是4% 那你看到我们7年 110年的话 我们的持绿率剩下2.66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台股现在是在比较高档 所以它的持绿率就变成只剩下2.66 那我们最差的话是民国78年 那时候持绿率只剩下1% 就是说你到12682的话 股市已经在高档 所以这个我们这样来看一下 整个台湾的大环境 目前股价在万八的话 持绿率是剩下2.66 那我们用个股 大家看一下这一张也是台湾最完整的 台股60年来的持绿率 你看一下台你 有时候以前有12% 13% 有没有 最近的话 这边是大概11%左右 那有的你降到4% 所以理论上 大家要买持绿率的股票 就是说我们平均值 台湾是4% 你大概要5到6%的殖利率 以上你才可以买它 可是殖利率我们知道 它股价跟股力的变动 所以买殖利率的股票 你要看到这家公司 未来的应景 如果说公司是成长 你虽然说今年EPS高 股息payout 大概一般我们国内都是7成5 可是你未来 估的EPS是衰退 那你当然就不能用那么高的股价 尤其像我们看 这礼拜行印股要公布股力 可是大家不要看说你今年行印股 赚三十几三十几 你明年后年还有这么高的EPS 还有这么高的获利 如果没有的话 你这个高质利率要打折 就是大家用高质利选股的时候 你要看这一块公司 未来的应景是上涨还是衰退 做一个修正 好 不只看现在的指令 还要看这是未来的愿景 成长性一定要放进来看 我们又来看一下 这是这一波很多散户的心情 这个我们看到网友说 这个上礼拜好难熬的一周 股票大跌把前几年 赚来通通赔进去了 然后上班没办法好好上班 那工作一直出错 被老板一直骂 那也不想跟同事讲话 觉得整个人很闷 回家就很想睡觉 但是一看到美股又睡不着 那再看一下这个PTT 再看一下同学会 越看越睡不着 那隔天一开盘一反弹 就吓坏赶快卖股票 卖完就觉得送了一口气 觉得这是身心状态 比较好的情况 所以是不是影响到身心灵的时候 就赶快先砍股票呢 莫华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种心情大家都有 我其实以前刚入市的时候 或是说没有像现在 股市经验这么丰富的时候 也是会有这样 那我会建议我们的网友 大家心情还是要平静一点 就是说基本上空头市场 越慌乱的时候 你越会做错决定 基本上空头市场一定会来的 就是说我们已经走了 这么多年的多头 可能出入股市十年的人 没有真正看过所谓的 像我跟杜老师我们看过 一跌跌40% 50%这种大熊市 对不对 因为十年来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修正 但是修正个15% 20%就变多头 所以过去常常这个大家讲说 跌下来买就是一个王道 但我觉得这一次 可能我们要反向思考了 因为夜路走多了 总是会遇到鬼 对不对 有时候真正的大熊市一来的话 那真的是会很惨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说现阶段可能 在股市经验不多的人 多做多错 少做比较好 也就是说我们尽量静观其变 那至于说手上有的股票 如果它是一个高值率 好的股票 好的公司的话 其实也不用砍它了 那你就把它当作长期的 一个持股放在那边 只要你不是融资 对但切记 如果你的持股比重过高 比如说你现在目前持股比重 我讲的现股我们不算融资 比如你现在持股比重 高到是八成九成的 我还是会建议你 就算你手上是很好的股票 你还是要平均的去把它们做减码 减到多少呢 至少要减到五成现金出来 不然心理压力蛮大的 对不然心理压力很大 因为毕竟我们也不希望大家 因为股票而这个伤了身 更不希望伤了心 所以说我会建议说 即使你手上是非常好的公司 像台积电 这么非常 联发哥这么好的公司 你还是要平均的去减 减到大概五成的现金 我觉得这样子 你至少心情会安定一点 杜总给大家点建议 我们在这个行业三十几年 我每天还是对股市有正面 因为股市永远都涨 可是股票市场修正 是为未来走一个大多头的一倍 现在看过去所有考课是下下来 最后都回来了 对 时间过了就都回来了 因为以前我们刚入股市的话 是四百多点 现在一万八 对不对 所以三十几年都涨 可是中间一定会有一个中级修正 大概是这样 那你自己要独立思考 就是说因为在走多的话 大家一直看多 走空的话大家一定很悲观 可是你到底要看多看空 你持股只要中心 就比较容易的判断 那再来就是说 不要扣中心用交易 因为你想看对 可是你已经被洗出去了 你当然就没有机会 所以我们在整个下跌过程之中 我们最后有四个字了 不要灰心 因为股票市场永远存在 好像我们也是 就孟华兄都是在这个行业 这样走了三十几年 开始了 好 好 我 realmente在这个行业 真的有一个事 我们可以给判断 这么阻止 在内容 你那么改 проблемы 四个人 那一次 就不知道